售丰香农会的果宴西瓜一度受到疫情的影响 以及西部地区的西瓜行情大不如前 但是售丰香农会长期以来都是以宅配的方式进行销售 在这波疫情的影响之下 对于善于网络行销的售丰香农会 在果宴西瓜的预售上是已经达到了8成 销售成绩可以说是农产品宅经济的自由身 昨天售丰香农会在清晨时分正式动员 农会同仁前往果宴西瓜示范园区采摘收成西瓜 并通知栽培业者配合到场 将消费者预定的果宴西瓜配送到全台各地 首方农会总干事黄启祥说 花莲种植大西瓜的产地从南到北 因为栽种地质的关系普遍口感沙田 一向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在上半年度大概都觉得是说 今年的西瓜可能非常的难卖 但是到后来因为这个疫情 我们国家队把这个疫情守住了以后 那后市因为天气渐渐炎热 我们消费者对这个西瓜的需求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后面后市我们是看好的 那这个华宝大西瓜的今年的这个收成的状况 这个果形大概在26到27台斤左右 那甜度大概13至14度 在95年开始到现在大概15年的期间 我们都在做这个用宅配的方式 就等于对点对点的方式在做宅配 所以在这一次的疫情的关系 我们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 那也感谢我们的客户在长年以来 对我们果宴西瓜的爱护 所以在这个疫情上面影响并不大 花莲西瓜现在开始进入产季 收封香药到5月中旬之后才上市 而目前观察东部西瓜的生长品质 多数都相当好 收封香农会今年也特别尝试 果形较小的妙缝小西瓜栽种 希望都会地区的小家庭 也可以享用到专为小家庭设计的小西瓜 妙缝西瓜是我们这几年来开始 因为应应都会区的这个需求 那我们从去年的这个小西瓜 就是我们的这个开始尝试的小西瓜 那今年的这个品种叫做这个妙缝 因为它是应该是加缝的改良种 它是黄肉的 但是它皮很薄很清甜 所以今年试种的结果的收成率 应该有在七成半左右 那我们还一直在尝试的看看 能不能把这个粮率再提升 然后这个果形跟这个熟度的部分的拿捏 针对气象预报 接下来的连日雨是否造成抢收情形 黄启祥则说 收封西瓜总种植面积约550公顷 目前农友都陆续的投入采收 评估雨是将会集中在中西部 再加上花莲有中央山脉挡住 而且西瓜种植在河床地 排水性良好 暂不需要投入大批的抢收 记者凌桀收封采访报道